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风水学上 命理学上 命可以改 运可以造 所以风水也一样可以改造 其实小区区位 小区内格局这些外部环境 我们都没办法去更改 甚至房子内部大格局也难更改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无论什么格局 都有一个百事百灵的方法 一般上在我们装修之前 我们铺地板之前 我们会下一个金丝全网 在这金丝全网下之前 我们还会放了珍珠玛瑙和奇珍玉宝 还有竹锋之类 还加上主人 就是这个物主的主人的税数的铜壁 再以七星镇布阵 然后再铺上地板 这就是形成一个辟邪招财的好地方 如果房间已经装修好了 没办法再重新动土 有没有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呢 还有一个方法 就在我们进门的玄关 就是进门有门地玄关之类 撬开几块小木板 或者是开一个框 以后尝特选的五币 清朝五帝钱 就是清朝前的五帝 不要破五帝 然后再放特别的制作的珠峰 珠峰是给它去找生意招财 拿去给我们 然后铺好 用好就可以了 天花板 门 阳台 窗户 也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门的常见问题就是门冲 两户人家大门对冲 自己家里面前后门对冲 房间与房间门对冲 如果天花板的横梁太多 我们可以做吊顶 吊顶天花板封掉 如果我们的睡床又有横梁对冲 我们也可以以石膏天花板 将它封闭去 还有我们的大门如果对冲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一道墙 一个橱柜来给它封起来 如果大门向外对冲的话 我们就做四十五度斜的 四十五度内斜进来 避开了对方的大门 鉴于现实条件 很多人都会觉得 房屋住进去了 就不想动土了 一来需要预算 二来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梁佛师教大家一个百事百灵的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屏风 屏风是自古以来百事百灵的方法之一 我们是按照着主人家的物形 跟他的年龄所需 画了特质的图案 如果在这个情形下 也没有赫斯的地方 或者地方太过狭窄 我们也可以放水晶 紫山洞 或者是黄水晶 和黄水晶洞 这样也可以弥补了先天 后天的不足 我们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